嗨,各位汉华的老师们,学员们,大家好,我是Yvonne 很高兴今天要和大家谈一谈澳洲留学 以及大家所关注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澳洲教中文呢 我们先来看一则最新的新闻 澳洲连续三年成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对世界上36个已开发的国家进行评比 结果发现,澳洲人民对自己生活状况相当满意 同时,澳洲在健康状况、社会参与和教育水准等评比中表现极佳 因此,连续三年被誉为世界上最快乐的国家 此外,排名第二的瑞典跟第三的加拿大是仅仅追在后面 但是呢,三年来还是无法超越澳洲 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赶快进入主题 我也希望呢,在各位听我们以下的录音的时候 手上能够拿到我们澳洲游学家实集团的文宣品 一份呢,是关于您过来的时候可以参加英文雅思这个课程 另外一个是关于口译证照课程 那现在呢,我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为什么我们想要制作这样子的一个团呢 大家都知道,汉华的老师在全世界呢,深受肯定 我们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处AMEC 在五年前成为汉华的布里斯本分校之后 很高兴五年来的推广 在昆士兰地区 大家也深受肯定 大家都很喜欢汉华的老师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 一,我们很需要更多的优秀的汉语老师来澳洲教中文 这当然呢,是因为市场的需求啦 跟各位的专业度,大家都很需要 可是呢,我们发现 许多的人在门口徘徊 无法进入到澳洲的市场教中文 真正的原因与障碍 就是第一个关键是签证 第二个关键是语言 所以呢,因为这两个的问题 我们也与汉华的处理市长 经过了深入的讨论之后 我们决定设计这一个团 来给我们汉华的学员呢 创造一个更好的国际机会 那现在就让我跟各位来导读一下 我们的这个团有什么特色 首先呢,我们要知道 澳洲呢,目前 针对于台湾这个国家呢 有分两种签证 你可以来这里 第一种呢,叫做打工度假签证 这现在在市面上呢,是非常热门的 第二种呢,就是学生签证 那当然呢,我们不要再去谈什么结婚签证啊 或是商业投资 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课程 我们就讲一般的大家 一般的汉语老师呢 都可以做得到的 就是打工度假签证或是学生签证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团呢 并没有用打工度假签证这个的方式呢 第一就是打工度假签证 澳洲啊,现在目前只开放给30岁以下的年轻人 而30岁以下的年轻的老师 在教学上呢,不见得收到这里的喜欢 加上呢,打工度假签证有许多的限制 没有办法在同一个provider 就是同一个雇主单位工作超过6个月 所以呢,要用打工度假签证进去到学校的单位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困难的 这个呢,我们曾经有试图想要突破跟推广 但是非常的难,都一直被拒绝 当然我们也能够理解被拒绝的原因 就是因为很少有学生可以接受每半年换一个老师的 这对小孩子也不好 各位都是学教育的 所以呢,打工度假签证是没有办法在这个项目里面被安排的 于是我们想到了利用学生签证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游学实习团的最后一面的文宣 上面有形成的Q&A 我们呢,先来看看这个Q&A上面有说什么 在形成Q&A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可不可以不学英文,申请打工度假签证 然后来找AMEC帮我安排教学工作的实习呢 那么我们在上面呢,有给予回答 我相信呢,各位学员们或老师们 看完了我们这样子的回答呢 应该能够同意我们为什么必须用 学生签证这个方式来执行 那第三个问题呢 也有学员会马上想到 我可不可以用观光签证来澳洲教啊 那个也不行 因为观光签证是没有工作权的 好,那因为呢 我们这一个介绍呢,是用录音的方式 所以呢,我还没有办法跟各位老师还有学员面对面 于是呢,我只能够透过一些小问题来做一个简单的回答 如果呢,等一下的录音当中没有录到您想要问的问题呢 你可以写信给我们或者是告诉汉华的其他老师 再由汉华来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那我现在呢 因为这个形成Q&A呢 已经有写了很多种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呢 先让各位用看的把这个Q&A的问答看完 那么接下来呢 我先回答就是汉华的一些老师呢 有先为各位学员提出一些问题 算是帮忙问啦 那我们来看看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各位学员的问题 我有看到一个小纸条传过来 上面写小A问说 在澳洲的实习能够算是打工度假的一种吗 那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打工度假会产生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答案是不是 我们在澳洲的这个实习呢 跟打工度假是没有关系的 尤其是许多的澳洲朋友呢 在这边听到打工度假 现在都相当的抗拒 因为觉得那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签证 而老师在对外的形象上 是要有专业跟负责的态度 所以呢 我们所使用的是学生签证 那么所以他的下一个问题小A又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实习结束之后 我可不可以在澳洲的学校成为正式的老师 我们的答案呢 也是不行 因为呢要成为澳洲的老师呢 正式的老师呢有分许多的阶段 第一个呢就是必须要有 graduate diploma of education 也就是需要拿到昆州的教师证 这个昆州的教师证在申请的入门条件 就是雅思能够达到 我们讲七七八八 就是听跟说呢 要能够达到雅思八分 读跟写呢达到雅思七分 所以这个语言的障碍呢 门槛非常的高 目前为止呢是 对许多的老师如果没有留学的经验 或是在当地没有长期的英文练习 是很难有所突破的 那可是这样子呢 小A又问 好那成为正式的老师期间所需要的准备 汉华能够给予怎么样的帮助呢 各位可以听听看我们线上汉语村 我们澳洲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有功利赞助一个线上汉语村的节目 是在澳洲留学网络电台上面播放的 澳洲留学网络电台的网址是 wwwstudyosradio.com wwwstudyosradio.com 各位可以在网络上直接搜寻线上汉语村 这个单元呢就有许多在澳洲这边 已经在执教的汉语老师 实际的这个访谈 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汉华已经给许许多多在澳洲这边 想要从事华文教学的人 给予极大的帮助了 也就是在起跑点这个关键的部分 汉华已经给予了帮助 因为如果要投身到这里的教育系呢 必须要有两种专业 所以有许多商学院的学生 他如果要能够证明他可以教语言 他有可能会需要修一个汉华的 这样的课程来作为给澳洲大学的 一个语言特长的证明 那这个细节呢各位可以多做一点 功课在网路上就可以了解说 汉华的角色呢是在成为一个汉华的 就是成为一个汉语老师呢的起跑点上 汉华已经足以提供一定的帮助 那么另外在澳洲实习的地点 如果是在当地的学校 或是有开设中文课程的补习班 这也是小A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呢经过我们的安排呢 这是都有可能参与到的机会 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当初起跑的地点呢 是在澳洲的语言中心 后来呢我又升入到澳洲当地的高中 进行中文教学 接下来我也曾经在澳洲的大学呢 有参与一两节的这个中文的协助 中文教学的协助 不过呢是跟书法方面的 所以呢因为汉华的老师 每一个背景跟教学特长不一样 我们在招这个团的时候 也会有一定的压力 想要了解各个不同人的背景 所以呢我们当然也很仰赖 就是处理市长呢会给我们推荐 告诉我们说 这个学员他的中文教学的特长是哪方面 比方说他特别擅长商用汉语教成人的 还是他特别擅长幼儿教学 幼儿汉语 因为我记得我们线上汉语村曾经访问 一位张文丽老师 他就对幼儿教学方面特别的感兴趣 所以呢他可以注明上去 我们在安排这个实习的时候 我们也会利用到他的优势来帮他安排 如果我们把一个喜欢教幼儿的人 放在一个他去教大学成人的单位里 那当然是非常不适当的 好那接下来呢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纸条递进来 是Adeline教育顾问 在汉华教学顾问为大家提出来的问题 他说签证呢是一年 纳提的口译班雅思班要上多久呢 譬如几周或是几个小时就可以结业 这个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这个团啊 就是纳提的口译团 或者是他参加的是雅思的英文训练班呢 我们原来这个团是设计六个月而已 但是呢如果六个月要缴这个口译团 大家一看 哇奥币一万零一百八十元 哦好贵哦 或者是参加英文好了 英文比较便宜 看看英文是七千八百八 哎呦我的妈呀六个月 这样子的话呢 对于汉华的学员呢 有些人可能在预算上面 他觉得这个华不来 所以呢我们把它拉长成 你可以在这里待一年 所以原则上这个口译的 你不论参加口译或雅思班呢 它本来是六个月的时间 但是我们把它拉长成一年 让你的签证可以长一点 那这个时候学生又问 那我为什么要去学到一年呢 所以我就要跟各位解释一下 因为你想要得到学生签证 你就要学那么久 如果你拿的是一年的签证 结果你只有学半年 那这样子你半年之后就要回家了 所以呢为了解决大家签证上的困难呢 我们就要去找我们所配合的学院 请他们呢帮我们把这个课呢 拉长成一年 让大家呢可以有比较久的时间 可以在澳洲停留 可以在澳洲工作 可以在澳洲学习 OK 那 譬如几周几小时可以结业 那根据学生签证的规定呢 都是不管他学什么 都是一个礼拜要有20个小时 是在学习的 其他的小时呢 你可以去工作 那Adeline下一个问题就很好玩了 她说 如果有学员问说 我想要到处去旅游 不想要打工可以吗 哦 那很抱歉 这个问题呢 这个人呢 他就跟这个团 没有任何关系了 因为呢 他想要到处旅游 他应该办的是观光签证 而不是持有学生签证 所以呢 如果有遇到这样的学员的话 我们会建议他呢 可以去办理一个观光签证 因为现在台湾 也很优秀 成为这个澳洲呢 指定的就是免签证的国家之一 所以 这样子的学员呢 就要请Adeline这个教育顾问呢 去跟这个学生谈谈 要怎么样可以来澳洲到处旅游 那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小问题 如果不想要教书 可以安排其他的实习工作吗 例如说翻译社或是出版社 其实呢 按照学生签证的规定上呢 每一个人每一周可以工作20个小时 那翻译社跟出版社呢 想要工作也行 只要他取得了口译证书 基本上HETC 就是我们所推荐的这个学校 他们的学员毕业呢 都还蛮能够 很容易得到这个翻译社的工作的 这个HETC口译学院的访问呢 在我们刚刚介绍的网络电台上呢 也有介绍过 我们也曾经访问他们学校的校长 Nina 那他也跟我提过说 基本上在昆山地区各大的翻译社 都很喜欢他们学员口译毕业的学生 可是呢 这个重点呢 我们要厘清的就是说 你的签证是可以工作 你也可以自己去找工作 但是如果要经由我们安排 其他的实习工作 我们只安排教学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团说真的呢 是不赚钱的团 这个有点商业化说 Evon你又这样了 但是呢 我也很老实跟坦白的跟大家说 为什么我们会arrange这个团呢 主要就是 希望能够传承 汉语教学 否则的话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可能要去搞很多的 找很多的教学的机会 去跟各个学校单位游说 可是我们所承担的风险 就是如果各位教不好 我就会被这边的学校的人杀掉 那你说 Evon不用担心 我们汉华学员是很会教的 那我也只能相信汉华这个品牌 所以呢 我们没有办法再去做更多的保证 比方说我保证这个汉华学员是会翻译的 还是他是会做什么的 就只能靠各位来到澳洲的时候 拿出你的勇气 写号履历表 然后你可以去找工作 但是经由我们安排的 只能够是汉语教学的工作 这个要请各位了解 好了 然后呢 接下来 Adeline又提到一个问题说 费用不包含医疗费 我可以加入当地的医疗险吗 需要什么条件 咦 这个部分呢 我觉得应该要跟各位厘清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团的文宣当中 有一个费用包含什么跟不包含什么 费用了包含了国际机票跟税金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 有包含税金的哦 这个部分呢 我们是很坦诚的 我们不会像有些旅行社 只给你报机票价钱 却没有含税金 结果等到你要付机票的时候 又跟你说要多加钱 这个我们不会这样子对待各位 我们就是直接包含了机票和税金 我们也包含了护照啊 学生签证啊 学费教材费注册费 英文考试测验 移居证书接送机 学生平安保险 请大家一定要highlight这一个起来 化重点 学生平安保险 所以呢 各位这个团当中呢 是有包含学生平安保险 有包含学生平安保险呢 就等于为各位cover掉很多医疗上的问题 那费用不包含呢 确实是有不包含住宿费 生活费 零用金 电话费 购物 医疗费 OK 所以呢 刚刚这个Adelaide 他可能忽略了一点 就是说学生平安保险是有 是等于加入了当地的医疗险的 因为学生平安保险 是学生签证规定上强制的保险 你不买就不会有签证 所以你不买 你就不能参加这个团了 这个没有什么可以再商量的 可是医疗费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在这里生病 那你在这里你就去看医生 那可能看医生就是50块钱 可是这50块钱 因为你的学生平安保险 你可以退个可能45块 或者是40块 或者35块 这个要看你是什么症状 但是你可以退一些钱回来 那么剩下的就是你要自己承担的 所以呢 我们呢 在澳洲要想办法让自己不生病 就是多喝水 多呼吸好空气 然后多运动 基本上呢 我可以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在台湾可以说是天天生病的人 但是在澳洲呢 几乎很少生病 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确实是在澳洲有住过医院的 而且还好是我有学生平安保险 否则的话 澳洲的医疗费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各位也可以去网络电台 上面有一个不爬的保险访问 里面有讲很深入 有关于学生平安保险 OSHC在保什么 然后有cover什么 然后各位要注意什么的事项 那如果各位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呢 可以去我们网络电台上面再听一遍 好那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纸条 马上又递进来是Helen Helen呢 她提到了几个问题 她说 口译雅思上课总时数课程时间 这个我想跟前面几位教育顾问 她所提的问题是差不多的 总之呢 就是按照学生签证的规定 一个礼拜就是20个小时 那如果是上雅思英文班的呢 有对对20个小时没错 然后口译的也是 所以呢 基本上对这个已经回答过了 第二个问题是 实习工作有没有保障实习的时数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文宣 我们游学团的文宣品 最后一页形成Q&A上面 我有写 大概是在第6题 请各位关注一下第6题 第6题问的是 那我从事教学实习工作的时候 我会不会有教学津贴 那我们的回答是 答案是有的 我们会给你澳币15元 一个小时的教学津贴 一解下来3个小时是澳币45元 按照学校的每个term 可以进行20周的教学实习 一共是澳币900元 不过如果您的教学工作十分理想 是个人教学能力不一 有可能因此在其他地方获聘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评估 您会有的机会收入 好那接下来呢 大家也可以听一听 网络电台当然有很多的很多的分享 那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澳洲当地平均正式的中文老师薪水呢 是澳币25块到30块 所以要看个人的能力不一 所以呢各位如果要问实习工作 有没有保障实习时数呢 就是有的 我们保障了各位20周的实习时数 好那接下来第三点 Helen又提到 课程如果没有办法完成 可不可以申请退课退费 退费的条件为何 好 这个第二题有提到 行程Q&A的时候 里面也找到答案 说这个团呢 只有一年包含了来回机票 可是如果我到了澳洲 很喜欢想要留下来 可不可以退回程机票 可不可以在当地 续读其他的课程 那我们的回答呢 也是根据这个逻辑的 这机票呢 是一年的机票 如果放弃 回程是没有办法退费的 但是呢 你可以在当地续签证 我们也可以协助你 只有打工特价签证 除非他要 学生签证完 又要回去 就换打工特价签证 那他必须要回台湾 因为打工特价签证 是必须在原属国申请的 那这个好像是 另外一方面的 consideration 就是如果课程 没有办法完成 可不可以申请退课退费 如果按照学生签证 澳洲学生签证规定呢 如果他开课超过了 四个礼拜 你就不能够退费了 如果在四个礼拜的时候 你返回了 你要退 你是可以退的 所以退费的条件 是根据 每一个学校 他课程的要求 那我呢 可以转发一份HETC 他们退课退费的条件说明书 给大家参考 而这不是只是HETC 这个学院 他的要求 而是所有澳洲的学院 都是这样子安排的 所以这一点 要请各位学员多注意 如果你没有办法认同 这样的退费标准的话 那这个团 也不适合你 那我们只能够下一次再想其他办法 让各位来这里发展 那这个部分呢 目前就没办法 好 第四点 口译课程结业后 是不是会有口译相关工作介绍 这个有的 这个各位可以去网络电台里面听这个Nina呢 他曾经有说 他们的学院的学员呢 口译课程结束呢 是有许多的翻译社呢 他们可以推荐 他们可以去那边工作 但是呢 你要申请这个工作呢 必须要付 你自己要付上履历表 还是要寄过去 这没有办法说 哦 就是您安排 这样子 这个是 他们不是安排 他们是直接 你拿着他们的口译证照呢 是可以在当地找到工作 因为他们是 纳提 国家认证的课程 那第五个 亚斯班结业后 是不是可以协助当地大学研究所就读 哦 这当然是可以的 如果呢 有这样子的学员 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他可以来之前呢 就把他在台湾的最高学历的毕业证书 跟最高学历的成绩单的英文版本 不是只有英文那个科目哦 是 是整个 整个所有的英文 所有的成绩呢 我们要英文的翻译的版本 呃 带在身上 那么当他的亚斯班结业后 他可以去在这里考一下亚斯 看看他亚斯有没有考到这边 当地的大学或研究所的入学门槛 那我们呢 可以在当地协助他们续读 续一个学生签证 续读这个当地的大学或研究所就读 好 那现在呢 还有一个 Semi呢 有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口译和亚斯的上课时间为何 亚斯的上课时间这个我知道 就是从早上十点到下午四点 口译班的时间要根据HETC他们老师行程的安排 我只知道就是他们的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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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后回去会有assignment 会有论文要写 所以口译课程跟雅思课程 它的学习管理的方式不太一样 雅思班就是像一般的补习班语言方式 然后它是有上课时间几点到几点 可是口译它是属于休课的 所以这一点 可能我不晓得这样有没有让Samuel 感受到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诚意 但是学成多久 一定都是要绑到一年 没有绑到一年就不会有一年的学生签证 这就请大家了解 那 接下来就是 我觉得希望各位 因为形成Q&A 我们所设计的文宣品可能字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干脆我们就提出来 就是我们形成Q&A的最后一点 什么是教学工作蓝卡 蓝卡就是Blue卡 是每一个在学校单位工作的人都需要持有的 没有这个呢 不能进去学校教授18岁以下的小朋友 那么澳洲多元化教育中心处 AMEC就是负责核发各位的蓝卡 故此 所以呢这个团我们其实只关注在优质的汉语老师上 那我希望呢我们这一段的录音呢 有帮助到各位 来决定您是不是有兴趣来澳洲 参加参与这个汉语教学的工作 以及你想要来澳洲当地发展 或是来当地学习 再造就一些语言的课程啊 或是口译的课程 如果你也觉得澳洲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你也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呢 推向很幸福这样子一个程度的话 那么我也欢迎你跟汉华呢 询问进一步关于此团的细节 因为呢这个团呢我们是由汉华呢 国际学院独家的来招生 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报名这个团 一定要去找汉华填报名表 我们没有办法协助你来报名 因为这是处理事长特别交代的 那各位如果还有更多的问题呢 我欢迎你写信或者是留言给汉华 那我们呢会再进一步 跟大家有更好的说明 谢谢各位